接著我們要利用ALSHAKE做出類似像這樣子的筆刷效果 基本上我們會用到的是圖樣筆刷 在這個之前我們可以看到ALSHAKE原廠提供的一些筆刷效果 我們也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它的筆刷形式基本上是像這樣子 這麼複雜也可以當作一個色塊色票或者是筆刷的形式 那以這個來說的話它是把它當作色票 那麼以色票來說的話當然它基本上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被定義前是一個圖樣的色票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效果基本上跟這個色票當然是有關的 那麼首先我們先畫一個像這樣子的矩形好了 那麼這個矩形我們先讓它定義成是框線 然後E好了 然後顏色的部分我們可以先讓它是橘色 好那麼接著我想我可以利用這個A 等一下 B好了 就是所謂的選取工具 我們將這個圖形做一個分割 那或者是說做一個複製 我們先將它做一個複製好了 那首先我幫它移動到這個位置 那再用B這個A這個箭頭 就是直接選取工具 選到這兩個矛點 那麼這兩個矛點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收放工具 讓它收放到1 也就是到最集中的地方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位工具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位工具 將它 將這個矛點 那我們利用這個 將這個矛點 移回來 我們要做筆頭的部分 那 回覆到這個 筆刷的部分好了 我們讓它做一個複製 嗯 編輯好了 拷貝 然後 推至上層 所以在原地 它其實基本上做了一個複製 那 我們如果為了要小心一點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剪下來好了 我們把它剪下 然後利用塗層來做一個 安全的措施 好 譬如說在這邊 我們再貼製上層 那麼這裡 我可以先將它 選為黑色 那我們再利用矛點 這個先鎖住 我們把這兩個矛點 選起來以後 其實我可以利用收放 稍微收放一下 好 然後我移過來 好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造型的筆刷 好 那首先呢 我可以選擇我的圖層下層 那麼 因為待會兒會需要用到這些框卷範圍等等 所以我不如就先 這個可以解開 我們先複製這個框框 Ctrl C 然後到它的下層 好我們新增一個下層 然後在原地貼上 所以我不寫貼至下層 基本上它就會在原地貼上 所以現在呢 我們在下層 嗯 我選錯了嗎 不好意思喔 回來這邊 框選到這個 Ctrl C 好 貼至下層 所以我在原地多了一個框線 是這樣子的 那麼這個東西 基本上 待會兒我們會用到 那我可以先把它改成是沒有填色的 好 回到這個色塊的部分 那 我們希望讓它變得比較多細節 所以在這裡呢 我可以利用這邊 橡皮擦底下有一個美工刀工具 來做一些裁切啊等等 好 那麼這邊我們可以這樣做 譬如說 我按著 我按著我的Alt鍵 然後這邊做一個切割 好 那麼這個色塊呢 基本上可以對我 譬如說 切割 我選擇是後面這一塊 好 那 基本上它可以對我做一個切割 或者是 修正 把它變成是這樣子的一個 好 那麼 同樣的上半部的話呢 我一樣可以按著我的Alt鍵 在置中的位置好了 接近中間的位置 我們給一道線條 好 所以 同樣的 我的 色塊呢 現在會分成兩個部分 等一下 我忙碌一下 好 我先選擇這一塊 在這一邊 好像沒有切到 放大一點看好了 好像沒有切開來 我們讓它過來一點好了 好 所以現在應該是有分到 上半部跟下半部吧 看看有沒有 我把它切大一點 就是出頭一點 這個是我按著Alt鍵進行的 好 那在這邊呢 因為我還要繼續做這個切割 所以我們先不去處理 顏色的部分 好 那麼重點就是 要過頭 就是要出這個旁方 那一樣 下面呢 我們也做一個 像這樣子的 色塊的切割 底下要先選 好 好 那麼接著呢 我們要做的是 分別去指定 每一個色塊的顏色 那麼我們的做法 會是到 譬如說我找到色票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找到 譬如說 自然的風景的 然後 這邊呢 我們可以挑選 我需要的顏色進程 譬如說我們選擇這個 那麼這邊就會出現 所以在這裡我選擇這個 好的 2 3 4 所以我就得到了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層次 那 重點是 我希望他們不要有線條 因為有線條其實 會得到一些干擾 就是如果你有節點的時候 中間會出現一個 線條的節點 那所以在這裡呢 我可能就針對我目前的這些 物件 將它變成是 沒有線條的 一個狀態 好 好